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康樂股掌的小事務所 我是夏璇 我們用簡單的方式介紹你在意的東西 好的 今天我們要來聊一支 買了很久 然後一支還沒有時間拍的球拍 我們家現在DOP貨都來了 我們現在開始拍 就是我們的90K2 SERLY的90K2 登登 這是一個無敵消光考期啊 真的很好看 這支球拍我真的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等一下再附上細節照 那今天就來幫你們介紹一支90K2 讀讀 3 音樂音樂 看完球拍的這寫靈 我覺得這台其實蠻漂亮的 我本人是對蕭框沒有什麼抵抗力的人 所以這隻我也不意外的覺得很好看 那他底色的部分是用深藍色 其實有些角度看起來會有點深紫色啦 那種的底色做搭配 然後因為他是神術系列 他是用雷電下去做 就是點綴 所以整隻球拍的整體性跟風格都還蠻明確的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球拍介紹的部分 那球拍介紹的部分我們樣子從頭到腳 那這一隻是神術系列嘛 所以不意外的就是破風框 OK 那他底的這個地方是稍微比較 會比較厚實一點 到上面會稍微變薄一些些 那主要就是讓你在回拍的時候 他整個拍框的穩定度會比較高 因為你撞擊的時候這邊的晃動就會比較少嘛 上面變薄也可以讓你在做出球的時候的 前面在尾數加壓的感覺會比較明顯一些些 然後這一隻90K2有延伸之前就是90K1的WES系統 他這次改成2.0 對 那2.0的部分他的科技概念是這樣 他用軟硬下去做配置 讓球拍在回拍的時候會有一個反折的編輯感 搭起來之後加速的那個感覺 再加上他Antitrosen System高抗扭的設計 可以讓球拍這樣子在做旋轉的時候的 穩定度變得更高 兩個科技加起來是一個雙中管的概念 這樣子兩個雙中管的結合 讓整隻球拍就是像你在出球或是在控制的時候 應該是穩定度會蠻高 我覺得指向性 聽起來指向性應該蠻明確的 那接下來進入到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勝利的那個主打Free Core 大家都知道Free Core的那個前套 他主要就是可以讓球拍的利弊變長 就是中管變長嘛 所以你在甩的時候的編輯感就會變得更好 然後他裡面還有加了一個力量環 在魚口的前面這個地方 可以讓球拍的就是你在灰拍的時候 他中感晃動的穩定度再提高 因為他這一支出是出人數系列 所以想必就是做一個平抽 然後快速加壓的效果會比較好的 所以他球拍的穩定度對他來說就會非常的重要 在這樣的科技結合起來整個打感應該就是會跟他 預期的就是設計概念就是他速度會比較快 會拍會比較穩定指向性比較明確的那種感覺 這支球拍走向就會比較屬於就是那種 可能你拍數比較多 然後你在做變換啊或是在做小突擊的時候 他的效果會是很好的 這樣就是球拍介紹的部分 OK那我們來聊一下 就是在官方的數據跟文宣來說的話 他的主打會是一支有速度的攻擊拍 就是以速度感的球拍來看 他的平抽狀態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的回彈效果是很好的嘛 就是那個WEA是2.0的那個編輯爭議系統 所以他在回彈效果應該是還蠻棒的 以攻擊型態來說的話 他這支中管又不是偏太軟 編輯的角度跟穩定度變高了 然後再加上他的扭力又比較好 不是太軟的中管代價搭配他的那個編輯爭議的系統 指向性跟球的角度應該 聽起來都會是比較犀利的 官方的文宣的說法是他會甩起來 像竹子就是你在甩的時候 他會有那個 一個軟了之後彈出去 軟了之後彈出去在你在發力的時候 他的效果會是有點像你在甩竹子的那個感覺 平抽比較快的時候你在做小巴黎的加壓的時候 他的效果應該是還蠻好的 這樣聊起來我覺得這支球拍的靈活度跟控制度都是偏高的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實際打起來 再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就是打起來的打感 跟他文圈我想要呈現的感覺是不是一樣了 或是甚至說我可以跟你們講一下這支球拍的特性之後 跟著你們一起去試試球拍 然後看看這支球拍的屬性啊 然後使用方式啊之類的 以上就是我們球拍介紹的部分 希望可以作為你購買的參考依據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下節部分我們會盡量去接接看可不可以接到90K1 然後我們就做兩支球拍的試打扣跟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打起來大概一點 好吧那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不好意思 我們主角拍的 At TheLiv… 我們要把這支球拍的 我們要跟著我們 i'll be right there